台中市的无期有一间加油站 歹徒闯进了收费庭抢钱 员工打通话报警 但是呢报案三连单上面 变成了窃盗案 站长就很生气 监视器的画面 投诉的内容清清楚楚 就是抢劫 怎么到了警方 就变成了窃盗 一旦机车骑进加油站 带着安全帽的乘客挑下车 就冲进收费庭 接着跑出来 供读生赶快追出去 但人早就挑上机车 扬场而去 晚上九点多 工读生准备算钱要打烊 嫌犯冲进收费庭 就直接拉开抽屉 里头现金有十二万多 全被抢走 打电话报警 但报案三连单 却是用窃盗案来处理 你不要一开始 没有准备的时候 就想说万一破不了案的时候 反正这个窃盗案 很好结案 这也不会影响你的绩效 嫌犯明明当着大家的面 把钱抢走 怎么到了警方手里 就变成了窃盗案 收费庭里面并没有 那个监视系统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研判 到底是如同员工所说的 有抢夺的方式 警方认为案子有疑点 因为嫌犯算准打烊时间进入 加上木质的抽屉没有锁 员工看到有人刑抢 却来不及阻止 种种疑点都要调查 但总不能因此就把刑抢 变成了窃盗案来办 记者中部正好报道 收费庭里面并不含 然后恶莉的 욱环搭 古城